今天就和大家讲海上浮标 香港浮标有七种形状 有锥形、冠形、球形、柱形、干形、桶形和刺灯浮 在白沙湾我们看到一个红色冠形浮标 其实它不仅有冠形,还会有枝架形 而这个浮标其实就代表了左侧浮标 另外和它一对的就是绿色的右侧浮标 右侧浮标有锥形,也会有枝架形 而左或右浮标是会放在航道的两侧 就会跟香港水域、水大流途的方向 以左红、右绿的方法去放 所以在航道的旁边,跟着箭嘴的方向 在左边我们就会看到红色的左侧浮标 而右边我们就会看到绿色的右侧浮标 另外我们在鱼牌附近就会看到一个黄色的 X符号的特殊浮标 其实特殊浮标是有不同形状的 不过它们的颜色也是黄色的 它们有可能代表了八个不同的意思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看到那个 应该是代表海与养殖区的意思 另外我们每天上课的时候 都会经过一个有两个三角形 向下符号的方位标记 那个其实是代表着南方位标记 有南,当然有东,西和北 我们可以透过它们的三角形 来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方位 这个标记有三个作用 第一是告诉你标记的方位是安全的 第二是告诉你 你应该在标记的方位洗过障碍物 而第三是代表行道转向和分叉地点 所以我们看回海图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南方位标记 是代表着行道转向和分叉地点 而不是代表有障碍物的意思 除了上课会看到那几款浮标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三款的 包括是安全水域浮标 孤立危险物浮标和紧急沉船浮标 安全水域浮标就是放在航道的中间和近岸 而孤立危险浮标就是放在危险物上面 最后就是紧急沉船浮标 它就代表了沉船的位置 如果有朋友想知道防标在哪里 除了可以像上一集那样介绍 去中央图书馆借海图之外 其实还可以去海市署的网站 下转一个叫ECO的免费应用程式 它里面就可以看到海图了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条片 就请你们帮我点个like 分享订阅和follow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支持 下条片再见 拜拜